药房业界说近期止痛退销药供应稳定 会主动解说不同品牌有商同功效 同时自发限制客人买药的数量 不希望政府立法规管 王俊迁报道 湾仔这间药房货架的止痛退销药供应充足 只是不是最常见的几个大牌子 药房商会说业界都会主动向顾客解说 其他牌子的止痛退销药同样有泊热息痛 功效一样 也不会被个别的顾客大手入货 我们有些统计过 如果不幸还到新款的 那他需要这些止痛退销药的话 可能都是十粒八粒的药 因为发销都是几天的时间 所以你说买一盒至两盒到 给一个客人这个是一个合适 他同意先由业界自律销售特定的药物 确保供应稳定 不希望政府立法规管 我们可以看回10年前那个奶粉的限奶令 你看到现在的奶粉是完全没人看过 说买不到的 供应非常充足 但是限奶令仍然取消不了 商会留意到 近期止痛退销药物的需求已经明显减少 较多人买的是这些止咳和化痰的药物 商会说会继续留意情况和及时补货 有线电视记者黄俊谦报道 问说说这必须可以做 老式嗎? 至少